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各位好 我是Alan Alan你有这个Twitter啊 Facebook YES这些社交软件吗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都不知道哎 国际人就别装了 知道你早就有了对吧 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 就是像Facebook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在国外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 可能会交朋友的时候会用着 因为他们不用这些微信了 是吧 对 其实我也都注册了 就我们很喜欢用国外的一些社交软件 其实人家外国人也很喜欢用中国的社交软件 我觉得这也是分人的 比如说我出国的时候 我会发现 就是很多人 他当然还是用这种比较Facebook 然后这一些软件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要来中国做生意 有中国市场的考量 或者说他来中国生活了 那么他就需要 或者说他自己会主动的去使用中国的一些社交软件 对 你刚才讲的是不是那个 有一些外国明星 他们来中国 然后开微博什么的 像霍金啊 什么都开了 对 其实不仅仅是微博 就是很多年前 就QQ就已经有国际版本了 是 就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外交还说 来 我们加个QQ好友吧 就 这样看来啊 我们中国的社交软件 真的是慢慢的走向国际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你看符合我刚才讲的吧 就是他来到了中国 也要开始用中国这些社交软件 因为我们讲这个 社交啊 有一个网络效应 就是说 如果你用Facebook 结果发现你旁边的朋友全部用 这样子用起来 你用起来 对不对 你无法与人进行交流 那外交呢 我估计他跟他妈还是用这个 WeChat 对 而不是用 还是用Facebook 是吧 或者说WhatsApp等等之类 但是和你们来交流 当然用QQ了 因为大家都用 现在很多外国人也有WeChat 是 对 最近啊 你知道吗 又有一个大神级的印度演员 加入这个微博的队伍 印度还有你认识的大演员呢 你不是平时都叫我印度人吗 当然有我的朋友们 我要讲的是个 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这个主演 阿米尔涵 日文认识他 他认识你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了 就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看到最后我才发现 全程说的是英文 你英文差 然后让人家背锅是吧 没有印度 印度英文吗 对吧 是挺难懂的 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印度旅行的时候 很有意思 我当时和一个英国的一个军官 我们在一块旅行了 一段时间 然后呢 他听印度人的英文听不太懂 都是我给他做翻译 你给他翻译印度的英文 对对对 你可见我这个实力 这个英文是很international 是吧 果然是 你看这个印度的这个阿米尔汉 他发的第一条微博 就说了一大堆英文 他说 他说 Hey guys This is Amiya And I'll come to China With my new film Dango Soon I heard some of you are really into Three Idiots and PK Nice choice And I'm really into Chinese culture Then I gotta weebo myself Let's have a great time here See you in China Lots of love 听他说了一大堆话 对不对 很长一段 不计你们没有听懂 但是 应该你们能 感受到 和着这个电波 感受到 他的友好 对吧 对对对 他首先给大家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介绍了一下 自己的新电影 然后他说 听说大家都很喜欢 三傻和我那个神 因为他可能怕大家 不知道 很迷你 这儿便寒 但是这个电影 肯定都知道 对 然后最后 很官方的 客套了一下 来说 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我说 举几个例子 你太损 我确实很喜欢 他拍的这两个电影 你就别说 这个印度国报级的演员了 你刚刚不提到了 这个霍金 这个英国剑桥 著名的物理学家 研究宇宙论和黑洞的 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都有微博呢 对 我记得他刚开微博的时候 发生第一条微博的 第一句话就是 Greeting to my friends in China It has been too long 我中国朋友们 你们好吗 对 下一句好像就是要说 来一起举起你们的双手 不好笑吗 嘿嘿嘿 然后呢 这个霍金啊 他就开始回忆起 自己和中国的一些 点点滴滴的缘分 他说 Last visited China in 2006 When I took part in physics conference in Beijing 说上次来中国 还是2006年 十多年过去了 参加了一个北京举办的物理会议 对他来说 十年可能在他的年纪里面 不算什么 但是对木木老师来说 十多年前 可能还在娘胎里面 是一个活泼的小女生 现在就是老姐姐了 我们发现 他们也不怎么更新 霍金上一次更新微博 还是在1月份 说什么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talent and inquisitive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chieves in the realms of science and space 与此同时 我也很期待 看到有才华和有求知欲的中国朋友们 在科学和宇宙领域的成就 不知道他说什么 对科学家嘛 你看看这个研究黑洞的人 果然用词就不一样 词都用的特别的高级 你看看这个才华和求知欲 他说的是 talent and inquisitiveness 还说了这个丰富有趣的交流 用的是fruitful exchanges 在什么什么样的领域 用的是in the realms of 大家都学到了没有 如果你学到了 以后发微博 也可以试着用一下 刚刚学到这几个词短语 是吧 就当做来写日记了 对像霍金看齐 除了我们的物理学家霍金 其实还有一些欧美的明星 也开通了微博 不知道木木老师高中时期的 偶像丁日开微博了没有 果然你是他的古会级粉丝 他的小名丁日你都知道 那就告诉你 我高一的偶像 你现在的偶像 Justin Bieber 并没有开微博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的这个火星歌 Bruno Mars 早在2014年 很早了啊 4月1日就有了微博 并且呢 他发的第一条微博就是 Hello 微博 I'm so happy to be in China and play for all my Chinese Holigans for the first time Oh yeah 这个火星歌一看就社会人 很会说话嘛 对对对 你小心点说话啊 我们听众很多人是火星歌的fans 我真是在夸他 你看看他用这个词啊 Chinese Hooligan 中国的小流氓们 恶棍们 这样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 是吧 很接地气 很友好的感觉啊 真的是社会我火星歌呀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印度国防级演员 米尔韩 物理学家霍金 欧美歌手 火星歌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 他们也开了微博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呀 英国的首相啊 其实就差一个川普 没有开个微博了 对吧 是 他要是开了个微博 估计不是每天热搜第一 就是很快会被封掉 说的对 不过话说回来啊 就是听众们喜欢的明星 如果都开了微博呢 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这样你就不用翻墙 看他们的动态了 问题是什么 你要看得懂 他们发的一些啥内容啊 就很多时候墙不是物理的墙 而是说你会越努力 是的 你看我们早安学会员课程里面 就会有写作直播课 阅读直播课 可以培养大家的写作阅读能力啊 大家就能够看懂了 就能 首先能读懂别人的这个推特 然后可以自己发一点推特 然后交上一些外国朋友 然后走上人生边风 是吧 说上去好像很吸引人呢 我都是实话实说 对吧 对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 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 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Ellen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